四川的地层 比较的古老 它的可转性就比较差 转起来就更难 然后再加上我们有29套以上的 多压力的这个系统 所以说在油气转井 就是警控的控制方面 也是世界最高等级的难度风险 四川盆地是国内最有希望 最有潜力产量 达到一千亿方的超级天气盆地 代贪民的责量 主要集中在我们深层和超深层 要在四川盆地 要转叹万米升级 实现我国超深层 特深层 也就是万米深度的 油气勘弹的突破